金谷 王哥 你怎么在这里砍柴啊 我一大早就去山上砍柴去了 哦 这样子啊 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 你爸爸说你出去砍柴去了 然后我就在山上找你 果然看到你了 你这面前背的是什么 是药材 材这么多药干嘛 这不是债主要过了几天又来吗 然后我们采些药 然后卖了换钱 减轻一点家里面的压力 哦 这样子啊 爸爸叫你回去 等一会有一个相亲对象要过来 那我们现在回去好吗 相亲啊 对啊 可是我还不想结婚 走吧走吧回去看看嘛 不管怎么样人家都来了是吧 那我们走吧走吧 你重不重 要不我帮你背吧 不用 不重 还是我帮你背吧 我看你好吃力啊 没事不用 那好吧好吧 你背这么多残 你一定累坏了吧 我累习惯了 玩个精神喝杯水吧 好的好的 你不累吗 好好说 那个 什么垃圾呢 很难受 我一直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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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让这个人啊 你能在上升 我一直说 你 你不可以吃你了吗 在那我们 你会不吃你了吗 我今天 你能忽略 那么 你 你 在某些计划之后, 这些就会不会有好意, 但我会不会有好意, 如果我会不会有好意, 我会不会有好意, 那我们会不会有好意, 但我会不会有好意, 我们会不会有好意, 从来不会有好意。 我们会不会有好意。 你不认识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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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荆木 你没事吧 没事 又让你见笑了我 刚刚带着他老婆 她说什么呢 她不是来谣张的 今天是来 给我相亲的 这个是好事啊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相亲 相亲对象是她的侄 是我们这边 一个混混 以前娶了一个老婆 就是她 因为她天天喝酒 然后被她吓跑的 还要打老婆 哦 这样子 那肯定不能嫁了 可是 妈妈上了她的红包 我们不认识 那没事 我去帮你把红包 退给她好吗 你已经瘦了 没事 我去帮你说说 你你稍等我一下啊 阿姨阿姨 你把红包给我 把红包给我 把红包给我 经过她不同一家人 啊 对 那个大哥 把红包还给你啊 你吃不饭吗 你吃不饭吗 吃不饭吗 我是她朋友 你吃不饭吗 我吃不饭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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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婚姻不能够强逼 人家不同意嫁给你 啊 那个 那个这个这个大姐 这个钱啊 我知道她欠你钱 这个钱是一千块钱 你先拿着 你过几天时间缓冲一下 好 过几天再还给你 现在的话 你们就先走吧 先走吧 不要打扰她生活 好吧 你过几天嘛 过几天来嘛 慢慢冲嘛 好吧 这东西不是前几天 你们拿走的吗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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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走吧 好好好 金谷 没事了 我爸他们已经赶走了 就让你破费了 没事没事 你吃过饭没有 啊 你先吃个面包 先垫一下吧 好吃吗 好 没